好,回來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我們今晚的題目是 女子高生 一定是有人對女子高生生懷不軌 所以影響我們的節目 對,所以剛才斷了 不要緊的,我們繼續女子高生 剛才我們上一節都說了些 其實這一套作品是甚麼 我看就覺得是搞笑的,不是很香艷 是用科學和實證去破除一些對女子高生的迷信 其實你們會不會覺得 雖然我們看覺得很厲害 但你們看,男生看也會覺得是香艷 其實這些情節在中段開始比較多 不知道是不是跟她轉向不同的雜誌度連載有關 以滿足其他類型讀者的要求 例如多了很多白俠的場面 反而跟男角那方面 不會有很多戀愛互動 即使有都是搞笑的形式去表達 剛才上一節說到我們這次要說一下男生 其實主要都是說兩三個 我不知道怎樣定位好 這本書既然有這麼多女角 應該怎樣也有一個男主角 是不是應該用班主任做 偶像小田同 外號叫偶像 對,小田同老師是他們的班主任 是個帥仔 一般人都覺得在女子高校做班主任 還要練輕又帥仔的老師 香艷到死 但原來她似乎都 了解了這個女校的事實之後 都有很多煩艷的感覺 因為這班女生實在 太令她覺得麻煩了 完全經常會堅持這些年輕男性的弱點去攻擊 其實這一個角色也是想告訴那些男性 就是不要想著 想著你教書 去女校教實母死 還要覺得自己是挺帥仔的 這個人很自戀 她也有多少可以入圍能界的面相 對,想著一定沒有死 但一進去 她最初是教初中 最後是教主角他們那班 其實她是不斷被人性騷擾 或者是惡作劇 其實你當初被人性騷擾 我覺得她的感覺都應該挺新鮮 感覺挺好的 我覺得 口裡樹筆其實是很享受的 對,因為你始終是男性 男性比女性性騷擾是另一件事 但問題是你多 你每天不停地被性騷擾 再加上影響你工作 那些事情 這樣就出事了 我覺得某程度上 這傢伙都自己拿來衰 在女校看鹹書 一出場的時候 她被主角在後門 但我不太理解到 總之懶惰是秘密的地方 在後面看鹹書 被人發現了 被女生抓住了這個把柄 基本上沒有好日子過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其實她一開始都已經沒有好日子過 尤其是她要認真去執行職務 例如校服檢查那些 她是最容易過關的 只要那些女生提出一些 比較女性的藉口 她就不會招架 很尷尬 而且她有一次考試 本來是她監考的 那香田她們就想出 我把小抄 即貓子寫到M筋上 然後就這樣放在桌上 那男的老師當然不會查你的M筋 甚至乎會避開 你一有什麼舉動 她就可以說 你性騷擾她 對啊 你性騷擾她 所以想著沒有死 但最後一課就是 轉了老師監考 轉了個老姑婆 這個都是她主要的弱點 但這傢伙真的 我又舉多個禮 她基本上是自己拿來摔 對 那一段就是 原素表 幫傻瓜軍團補習 教這幫傻瓜軍團 怎樣去寄原素表 她就用那些 色狼、變態、奢侈的廁所 那些暗號去寄 日本人 她很流行用口訣 念成一句有意思的說話 就容易寄 最初她就是 用很普通的 一般的教師會教學生的口訣 但她們又說寄不到 於是就說 好吧 這個被寄你 我真的不想教女生 全部都是H 低級的口膠 Condom 胸罩及陰鬱 左差 右柔 全部都是H 代替元素周旗表 前後擺動 嗚嗚又射精了 差不多都讀完 他們一群人都說 你聲騷擾 然後走 但他們之後是寄到的 所以這傢伙根本就是自己拿來摔 所以她了解這群女生的真面目之後 對她們是沒有興趣很正常的 但她是很慘的 有一次跟另一個體育老師 筋肉佬 肌肉松尾 夏天的時候在游泳池搭散 她們都是二十多歲 即是男人 其實搭散也是很正常的 誰知道搭散搭著自己的學生 就是苦力子和尤真 在公眾泳池那裡 之後當然是被他們拿來做把柄 把柄 對 但你追求女生就是自己的學生 這些筆輪在日本是非常忌諱的 尤其是PTA這些組織 但其實這一段發展到最後 在某個意義上是在暗示一件事 就是在暗示小田和主角奎利子 雖然最後都沒有說一定會發生什麼 真的感情 但在這裏 把他們倆配合成為一對冤家 對 都是有這個安排 對 有種這個意味在這裏 因為她說 其實這一幕很搞笑 不過先說了小田和主角奎利子 就是去滑那些沖浪滑梯 就是那些沖浪滑梯 尤其是因為她穿比較穩健的泳衣 雖然是這樣 但在滑梯很高衝下來的時候 都還是有 比如說 那條泳褲被水壓壓進去下體和ABC眼裡 然後就要立刻在泳池潛落水裡 修正自己的泳裝 才走回到水面 但是奎利子呢 簡直就是 因為她是那些綁帶的比堅尼 那 在滑梯上衝下來之後 那個上身那個就散了 他們叫固定的搞笑 對 結果 下面吃光波餅的就是小田和主角 其實這裏都有安排 但我覺得尤真之後 那一句都很髒 才正 他說 奎利子 你既然也要搞笑 為什麼不理會一個就是小田和正在撥起 而你又這樣 擦大對比 這樣 撞過去 然後構成這個意外的處女喪失 這樣才夠爆 這段其實好像是由人當年校內寫聲出過的劇情 所以 雖然畫面上它不算很異人 但其實它說出來的東西都很露骨 其實是 很多 常常在玩毛 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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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先說一些藍角 然後再說他們的意淫 可不可以說剛才游泳那段 好啊 其實一開始 剛才不是說的 有一個裝可愛的傻瓜 靈奶 靈奶 他有一條兒子 其實這個角色就是 一些 冷是天然外大 但其實很有攻擊性 因為他有拖拍 因為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怎樣做 而令到一些 叫做 吸引到一些 神情或是狂熱分子的主意 游泳那次 就說 哎呀 我跟游珍說 不行啊 我怎麼辦啊 我的泳衣身材又不夠你們好 不可以穿三點飾的 然後游珍跟游珍說 不要緊 其實你穿了這個 反而穿了比堅尼之後 因為大家的視線集中在你胸部 反而你肥了一點點 冰出來的肉 大家不太留意 當然 旁邊有個超強的肥婆 兩百多磅 還有一些極端的例子 凡事有限度 很極限度 然後就說 哎呀 但沒辦法 我只是穿one piece 我也是沒有帶比堅尼 我只可以穿one piece 一脫 原來是school水 還要那套school水 然後給他們兩個套租 就說 我們明明學校那些school水 是比賽用的一件頭 沒有那麼萌 即是高曬叉 他穿的那些 總之是女子高中三層氣 有個好像 深藍色 有一條好像 凸了一點 好像裙子那些 邊緣的一件 菇水 即是說 其實他故意買回來 對 故意買回來 挑戰這兩個人 然後就扮無菇 我看到 有距離之後 游親的話 我們兩個實在太姑息了 即是 其實他們兩個人 已經經常在打寧奶 經常欺負她 但我覺得寧奶 是挺划算的 而且他們的話題 都是圍繞著這個決勝內衣 寧奶每次穿上 最極端 極盡挑逗的那些款式 超越女高中三層 應該會穿那些款式 是他們逼她穿的 那就先說一些南國 剛才說的是寧奶 就說你的兒子 夏高谷 是一個很純情的南校學生 其實我在這麼多本 整本作品中 比較欣賞的就是夏高谷 即是她是一個最正常的人 其實 我會覺得 她是真心愛寧奶 因為去她家的時候 給她家長 即是給她媽媽 給寧奶的媽媽 和她姐姐 識友 就是屈辱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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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圖引發這個AV情緒 對呀她都沒有任何擺動 還有也很有禮貌 對不住 因為有些時間趕 所以其實我沒買禮物 朱宜超也表現得風道偏偏 當然有些害怕 但是到最後呢 她說她願意真心地希望 和寧奶是一個認真的交往 關於有一次就是說 有些人 寧奶的朋友想搞到他們兩人幾乎做事 那夏菊菊都說 我不想你現在跟我做 因為會被人覺得好像是很下流的事 我會願意等的 因為我和你是認真的 所以我們都願意光明正大 寧奶很想達成這個目的 反而這個純情的夏菊菊就拒絕了 但是呢 說回他們怎樣一起 就不是漫畫開始 不是Default的男朋友 其實第一本 單學本是尾的時候 就是講他們文化制 當葵梨子、香田、尤真那些 一直在想怎樣捏男 因為文化制是一個 唯一是 合法接觸到男性 合法地有男性 進入這間學校 他們又可以接觸其他男性的機會 周圍去獵男 但都失敗的時候 但是在自己班級的咖啡廳幫忙的寧奶 就是因為夏菊菊過來咖啡廳喝茶的時候 兩個搭散 然後就決定交往 其實一開始是這樣 其實你會見到這班女生 這班叫做沒有男朋友的女生 其實是很可以妒忌的 所以就整天就搞 整鬼 寧奶和夏菊菊 其實當初葵梨子和香田能夠化敵為友 都是因為介紹男生給他們認識 是說我們是外部身 認識很多男生 我們以前是男女校的 可以介紹些給你們 香田又相信 但很快就知道是假的 原來你們那時候都沒有男朋友的 其實這一段呢 我覺得整部作品裏面 有一點點去得太快 寫得不夠好的地方 就是外部身和內部身的 恩怨和衝突 第二節已經解決了 原本想著 既然他寫得內部身 應該是有些可以再長線一點 寫 最少寫多四五六話 但是很快就沒有了這件事 如果照你阿曼的說法 就變成很傳統的少女漫畫 就是變成縮敵 經過很多event之後才會化敵為友 不是 那麼後面也有其他的內部身在裏面 即是你變成不要把內部身對外部身這一點 變成純粹被香田用來出場 之後也有保持著 因為其他同學當他們是傻瓜軍團 就是其他內部身的反應 香田是跟他們三個更friend 他初中的時候應該跟基路和小村比較friend 對 三人組 然後說回剛才夏菊菊 他們幾個女生 因為很妒忌 經常破壞他們約會 經常在那裡搞事 有時都是一些命運的作弄 經常都撞到的 零奶又該死的 對 以我一個女生的角度去看 如果我沒有拖拍 然後見到一個friend是這樣 你都想大巴大巴載他 在你面前發出親密短訊 是閃光王子來的 閃光公主 不斷閃光 不要說in jokes OK 我想都不止 我想很多女生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想男男女都會有 當你長大了 可能你都有一些戀愛經驗 你可能比較容易看得開 但如果你仍是中學生 初年都沒有 沒有拍過拖 機場碌碌碌的 手掠階段的時候 在你面前 展示這個肉乾 然後就在我面前 所以就 他們是很敏的 也因為零奶的個性 這個女生的個性 於是經常被人欺負 就說 既然你拍拖 你應該有這個責任 什麼責任 就是你快點進行初體驗 然後報告給我們聽 經常是他們的話題 那她怎樣去推 叫零奶促盛她的初體驗呢 就是叫她 鄉田有一段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她說 男人來說 比視覺 聽覺更加敏感 所以你要由說話 去引起她 挑起她的情慾 叫零奶打給下高局 就叫她 塞了一張紙給她 叫她跟著讀 靈奶又沒有想什麼 就照讀 電話一通通她 就說一句就是 請用你的欲望來 搞凍我的蜜湖 然後下局就馬上吸血了 嘩 她當然沒有聽過那段 鐘裡錄音 要慢慢來 叫我吵吵吵 當然 類似那些 就是 經常在那裡玩 靈奶 然後 估計只要他們買一件 買那些 就是 那個乳頭 又開了門口 下面 那條底褲 那個陰部的位置 又開了門口 那些基本上 是沒有乳用的胸圍 那些是情趣內衣 情趣內衣 或是黏女才會穿 不是一個女子高身穿的本色 我教她 你穿這些 然後看到下谷谷的時候 就不小心滑下 然後就馬上露出來 最可惜她在下面的位置 打卡 還有 也不止 其實初初第一次 就叫她誘惑她的時候 去雪糕店 倒水在自己身上 倒水不止 她本來是倒水 但是不知道 倒完水先 然後她揭到下一頁 全身都已經是雪糕 然後她是用電話來教 先倒濕自己 MSN 對 倒濕自己 然後把雪糕和奶油塗在自己身上 然後滑落地 就說 你弄得人家全身濕透了 對 好像周秀娜 全身都是奶油 抹大鼻子 露底環 但是下谷谷是吃光 這些 馬上噴了鼻血 很頂不順 這對的組合其實都是 天作之合 有一次她們 覺得她們那麼慘 就跟下谷谷夾粉 叫她男校那邊 又約朋友出來 搞些聚會 不是她叫肌路約的 就要亂移 誰知道 這邊有五個 那邊有五個 然後出來 就發現 寧奶和下谷谷都有出現 不期二遇 其實一般來說是很麻煩的 反面的場合 那因為 滑濱 對 你有女朋友和已經有男朋友還會去聯儀 因為很明顯是看合起所發展的 其實就是追隨尋pool的衣 Voyager 所以應該是嚴重的 但這兩個人竟然在這裏見到你 我們真是命中自定要在一起 這兩個人是瘋的 他們是可以這樣 然後就覺得我們真是很有緣份 還有什麼時候經常被人打 被人罵 零奶經常在班上傳一些很刺激的SMS給夏高谷 就會被人罵 基本上是不停閃光彈 刺激一點 修學旅行都經常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群女生都不會放過夏高谷 有一集我覺得真的很慘 講上花 他們就去上花 碰到來拍拖的零奶和夏高谷 然後捉了他過去 這群女生兩杯到肚子就開始玩夏高谷 其實男生那裏呢 伸直器官是怎樣的 然後整群傻瓜軍團在想 然後就在畫他們的想像圖 首先小川說 我知道的 我的朋友說很硬的 前頭是黑黑的 尖的 黑黑的 她說是不同顏色的 對 不同顏色的 然後他畫了什麼 一畫就知道是圓筆出來 果然是萌系的代表 然後他來自就說 小弟弟而已 我知道 因為他來自有個弟弟 我知道是什麼來的 然後我來畫 然後香田說 不是啊 這個女主角竟然做了這些 然後他畫了什麼 兩個U型 就是小身 就是小身的大腸 對他來說 他就是知道是這樣的 只是知道這個第一型態 於是他們幾個女生 哇 很煩惱 應該是怎樣的 其實是 他說那些毛是哪裏生到哪裏 液體從哪裏走出來 就是很混亂 然後夏高谷是在場 就跟他講 香田跟他講 夏高谷 你可不可以稍微撥起一下 給我們看 然後他就說 完全性騷擾 他就說 不是啊 然後 寧奶當然是保住小孩 然後他就說著說著 又覺得 不是啦 真的很煩惱 然後香田又叫夏高谷 夏高谷 你可不可以 稍微撕一撕一撕 哈哈哈 然後又脫掉他的衣服 然後就看 男生的身體是不是很多毛呢 就是 不斷有性騷擾他 喂 那你那些身體很多毛呢 我想說另一個男生 就是 肌肉松尾 即是 男生是不是真的很多毛呢 理論上 他透過肌肉松尾 應該是可以知道的 因為 這個人呢 任何時候 只穿一條泳褲 在學校到處走 雖然是體育教師 但他主要都是 這個 游泳教師 其中一幕 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 之前都覺得他有少少色 老實說 我們當然可以接受 作為現在這個年紀體 但是呢 有其中一幕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過了火 因為呢 他簡直是 因為呢 距離子 除了成績好 但他運動白癡 之餘 其實他是完全不會游泳的 他是海鴨子來的 但是就要教他游泳 就算他扮生理期都好 都不行 都脫不了身 結果就抓住他游泳 他抓住他游泳 然後 肌肉從尾就抱著他 但是不知道 在後面抱著 怎樣滑 捉住他的手 捉住他的手 其實是 捉住他的腰 教他自由式 浮 那些 誰不知攪著攪著攪著 最後呢 就是 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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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了抖了 抖了 從尾 一下 結果呢 抖了抖了 而且 不停地加深了他對男性的恐懼症 恐懼症 那一段 就看來 感覺會比較露骨 我覺得OK 但我覺得他那個 好笑 就是 肌肉從尾 因為他穿 三角褲都凸出來 對 激突 他還要示範游泳 所以他是游蝶泳 然後 他的腰就不斷就動了 然後向他就 哇 你看下面 好像欲求不滿 即是 激突了很久的 那個位 哇 還要這樣游泳 哇 這個泳池裡面 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他的分泌物 哇 不能下水 下水會懷孕 然後到 不行了 一定要下水 幾個女主角 即是幾個女主角 就在我 下水 媽媽 我對不起 我要不順 是啊 那段 隨著 剛才我們在第一節有說過 這個作品就是湯豬鄧 所以不停換作品 其實第一期 我跟阿司的感覺差不多 就是不太投入得到 但是陸陸續續看 第二三四期 就發覺 二至五期最好看 對 他中間說的效果 就是越來越純熟 那些少料越來越純熟 不單止說女子高生 亦都只說女生 譬如是說他們和男女之間的好奇 所以反而容易掌握 亦都沒有那麼遠 但是去到後期 因為他不停轉走 周刊的雜誌 即是他的風格很不統一 後期就 反而會覺得 其實到了七八期 還有他多了兩三話 或者四五話 的一些故事 所以這些少料 就連續沒有那麼爆 因為那個故事會在推 所以就會差一點 去到後面 其實這套作品 除了剛才說 除了一些打破女校迷思之外 其實他有另一個重點 經常都提到 就是 處女和非處女 其實我們以前看少年晚 很多時候就是 笑一些處男 經常都是 嘩還是處男 沒有經驗 即是 我們是笑人的一件事 但 通常不會笑處女 反而是 譬如在一些愛 貴靖雄的作品 還是處女 是很神聖 很純潔的 但是 其實是在大島永遠的 這個少女 這家學校裏面 其實你處女 也是 有些敗犬的感覺 即是 沒有男朋友 你還是處女 即是 即是 沒有人要 這個意思 以及非處女 他們五個人 在傻哥軍團裏面 其實只有記錄一個 因為他比較 辣妹標 有豐富的經驗 即是 先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 其餘那四個人 都是 真是愚蠢蠢的 除了剛才說的 對於這個 生性器官的 那個 幻想和妄想之外 其實他們 有很多位 都在說 怎樣分 處女 非處女 其中 有一個問題 作者說他萬事萬靈 那就是 問 你覺得 即是問那個女生 你覺得 比你喜歡的人 看到你的菊花 羞恥一點 還是看到你的牌蠢蠢 羞恥一點 即是 如果聽眾有女生 都可以想想 他就說 處女 通常都是說 被人看到菊花 是羞恥一點的 但是 非處女 他就會說 被人見到牌蠢蠢 是羞恥一點的 因為非處女已經有經驗 覺得 被人見到菊花 即是被人見到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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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是見過 因為你有見過 有機會 所以 這句話是萬事萬靈的 他裡面都有好幾段 或者是幾個他們平常說的話題 都是圍繞著 這些 處女 非處女的 不同的答案 去表達得到 是幾個女性角度出發 能夠很明確地分出 有些概念 就是 夏姑姑問回他們 即是 剛才上花那集 就問回他們 其實我們 男生都有很多疑問 即處男生都有很多疑問 迷思 迷思 就是問 據問 女生是有三個洞的 是不是 然後 香田和基路 就說 是呀 香田就答 是用來放的 用來生的 以及用來放的 還有用來放的 竟然有兩個同事說完之後 就背著對方 明明在說同一件事 但會用完全不同的出發點去說 是呀 但是他這些呢 是 是腦骨的 但是你又會馬上看到他們 大家想的事情 的概念不同 但是對於基路 和他的男朋友來說 是很好笑的 就是 即他們都會覺得 即 就是 基路的男朋友 說 柱男真的很厲害 然後 基路就說 是嗎 但是我覺得柱女也不弱 即他們想了些事情 即是 他很多gap位都是在這裡 所以小貝其實 講這套作品之前 給我 他說 就像是某些少年作品的女性版 我看完之後 我發覺也是 以前我們看什麼 天兵高校 或者 鐵拳之道 即是圍繞男性的圈子 其實就是 都是發生這類型的劇情 大家對性 生理 那種的謎思 那我作為一個男生去看 我就會覺得 越看就越知多了 女生究竟對什麼有趣 不過 因為我已經不再男子高生 其實有些差距 好奇沒有的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事情 大體上 你已經知道那個菊花是怎樣 大約 小不免都知道 那 反過來 就沒有了 如果是年輕一代去看的話 如果是下高谷去看 那他就真的下桑谷了 因為他說柱男的問題 例如 女人逆下都有毛嗎 膠底有毛嗎 女人都有性慾 那些什麼 喂 我們剛才一直都說 他們那個 後美自創的那部 但是說一說我們沒有一件事 上流美部 對 其實為什麼我剛才想起 就是 講起毛呢 其實就是 他們設立了這個上流美部 其實就是想 裝美 那他們覺得 其實不一定要男人 女為月己者容 不一定是對的 總之我們是想自己 自己要美 要美 基本上他們這個部 長期都是要跟這些體毛去作戰 啊 距離只是很多毛 其實是像圓喉一樣 有些金剛 是啊 但是 尤真就沒有毛 另外一種體質 是啊 但是他們呢 我很喜歡他們其中一集 是講教化妝 那 香田家裡很有錢的嘛 那當然是不成問題 然後尤真就說 我們這些很折劍的 那 怎麼學得你們 那他就來了尤真樓的折劍化妝 那他拿什麼出來呢 他不是拿化妝品 不是拿胭脂 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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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這些東西來用 所以其實他們不只是正規的東西 有正規的也有些很奇怪 一些叫做沒有錢或者怕麻煩 而想出來的那些辦法 另外還有一些挺有趣的 就是他們跟男性的關係 尤其是繪尼子和香田 家裏都有男性的兄弟 香田有個哥哥 有個吃飽飯沒有東西做 軟飯王 但是又有一個夏高谷的粉絲 夏高谷是他的粉絲 因為他哥哥是配樂隊的 其實他哥哥也穿插了這套作品很多人 跟寧奶的姐姐拍拖 但是香田說他哥哥是雙膝 就是配樂隊 然後一腳踏四船就是鬼柴 就是他形容他哥哥 另外香田的宿敵也是他的舊炮友 對 這裡有一個四格 就是他哥哥 香田的哥哥和他的宿敵 小泉 就是小角色 但是我覺得這個遊戲很喜歡 就是一個四格 話說他哥哥 就是一對情侶 然後每天香田哥哥就問小泉 其實我想問問你 男人的精液是什麼味道 然後小泉就說了一些 其實因人而異 好像又不是聲音 我想其實有點像是你吃了什麼 就會有不同的味道 然後就回答他 然後小泉就說 其實如果你想知道 為什麼你自己不試一下 然後香田哥就在那裡笑 哈哈 這些髒的東西誰會試 然後馬上就被小泉打 你這麼髒來的 你叫我喝 哈哈哈哈 這個get我覺得很好笑 還暴露了一些男性和女性的 不同的心態 是啊 另外一個搞笑get就是在基路 很多這些就是 基路有一次看電視 那些電視節目就說 怎樣測試你男朋友對你的誠意 愛情度有多高 嘩 那個很爆 對啦 就說你跟你男朋友說 打給他 就跟他說你懷孕了 那如果呢 就跟你說 生下來了 愛情度就100% 那如果叫他 都是很遺憾 但是都是下來了 50% 50% 然後基路就說 啊 幾有趣啊 我試試先 那我打電話 就跟男朋友說 喂 我懷孕了啊 然後他男朋友就說 蛤 是誰的 然後就反了0% 就是人渣過人渣成 這些答案 就是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這套作品 有玩一些女校的真面目 處女的迷思 還有他都有一些 可能有一部分就是 你們男生就真的沒有那麼有興趣 就是講女性間的友情 還有那些 派系分佈 我其實對這些反而幾喜歡 就是後期故事 後期故事 就是說 他整班人怎樣分位 其實這段 這本書呢 有兩個大event 任何高中生活都有的 就是那些什麼旅行啊 還有 生活旅行啊 那些呢 其實這兩段我覺得 獨立拿來出一個電影版 都OK的 因為這套作品 早幾年是有出過TV的 但是他很短的 我不知道還是OVA來的 就是 剛才看《遺跡》 就是貴回來的 就正是 講到他們文化制那一段 就是三分一的劇情 但是 之後沒有了 但是如果他再出呢 其實用這兩段故事 出一個電影版 我覺得都很吸引 我反而喜歡他兩個小單元 第一個單元就是講 基路和小川 母女之間的友情關係 就是都講到 其實有些什麼 其實他們兩個 大家都認識了這麼久 由國中 就是初一開始到高二五年 他們的關係應該是 你知道 雖然他們中間發生了一些誤會 但是他們應該互相知道 究竟誰最在乎誰 另外有一個就是 當他們都好像剛才所說 分一派系 零奶去了這個 尤真去了另外一班人 分組收學 對 去了其他地方 那麼 他們就在鄉田 在他身邊說 好像那些 夫妻快要離婚 那些已經桌卷的夫妻 是啊 但是 雖然也是一些誤會 但是最後也有講到 其實他們的友情反而是不變 就是比起男女之間的感情 他們更加不會變 那麼這幾段都感人的 還有就是講 距離子和尤真最初在國中 怎樣認識 原本是 互相要鬥發的死對頭 有點像GTO 但問題呢 他的故事去得很順 就是 他沒有講到最終他們怎樣 在什麼情況之下 冰釋前嫌 反而就是 正正因為不停鬥發 幾年之後 就原來發覺最近的就是這個人 對 因為鬥一下鬥一下 你就發覺 為什麼 就是好像 即逢遭些什麼 過節 大節 全部都是跟這個人一起 禮拜活動 那就變成朋友了 就是由鬥發變成朋友 我覺得這個處理是很好 就是 可能 很多人其實不需要一個很特別的理由去朋友 而是因為 對多了 這個就是好朋友 是啊 也都接受了對方一些 可能你最初覺得 哇 這些很討厭 怎樣怎樣 但對多了其實你覺得都朋友 他剛才說 他很有趣的 他很systematic 把他班上的女生 分類 就由 Rang S 到 Rang E 都有Ranking 他最底層就是 這個 土包子集團 和 御宅族集團 他經常玩御宅族集團 很好笑 他經常說他們就是妄想 經常跟二次元的人拍拖 經常在那裡講 活動 畫東西 其中有一個 又是文化製 就是問他們有什麼建議 其中一個宅女就說 不如做漫畫cafe 香田都想著附和一下你 那也好 而且你們家裡都有漫畫 解決了那些 解決了那些 減少一個支出 但誰知道那個宅女就說 不是啊 我家裡那些書不借出來的 我那些是 我怕別人弄花 要收藏 其實 經常都是很喘這些 譬如有一個胖的宅女就說 我有戀愛煩惱 然後說了那些 全部都是麻煩人物 這個都搞笑 然後再想就是 那些 有一個 Rang C 就是其中二服 其實他們傻瓜軍團 是不是屬於Rang B 他們是 B 他們自己當自己Rang B B是 他們傻瓜軍團 他們是叫做 熱衝參加學校活動的人 另外一邊有參加課外活動的人 有社團和沒有社團 但是這群人都很熱衝於學校的生活 然而這兩班人 其實都要再劃分兩種人 分別就是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和沒有男朋友 很仔細的分別 因為剛才那群人大部分都是沒有男朋友 是啊 E是土包子 D是御宅族 C就是其中二服 其實他們都不是很低級 只不過是說 他們熱衝在自己 其實一群人都好像在 近所物語 或是柏拉克斯 那群人 他們對學校活動都興趣不大 就是對自己追尋理想 裝扮 Vissel系 Vissel系 時裝系 街頭系 那群人 然後就是Van A 對 B剛才說了 就是有社團和沒有社團 有男朋友和沒有男朋友 這樣就劃分了 然後再上Van A 就是這個辣妹 辣妹小組 但是Van S也是辣妹 但是為什麼Van A上不到Van S呢 E很壞的 就用阿基露來做例子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高中才出道 不是國中而已 是男的國中就是很殊 高中才出道 還有他們交往的男朋友 其實都不是很高水準 然後還要在基露面前說 基露你是不是想死 你是不是想打架 還有Van S 其實我覺得他說的Van S那群 很多時候就是其他少女漫畫的女主角 例如高中已經是去接一些模特兒的工作 甚至乎是有些演藝經驗 就是那類 即是那些很美 其實他們都是以美不美 受不受歡迎來做一個分類法 所以Van S那些就是 已經會出去拍一些時裝雜誌的封面 反而Van A那些辣妹 就會談電視劇和電影 但是Van S就不談 因為他們都不看電視 他們就是浮巴和俱樂部 所以會談夜遊的生活 而且已經是熱衝學校的生活 對他們來說是過程 就是看將來的事業發展 他們都不跟潮流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是潮流 這個就是Van S 而且Van A那些 那些辣妹就像少女漫畫的奸角 即是他們很尖雙黑白的 有些妒忌心 可能會串些愚紮族 即是說他們看到那些 即是樹頭樹腦就很敏 但是Van S那些 對夏臣非常友善 即是很有禮物 即是有大將之風 大家歸秀級數 所以這些就是Van S和Van A的分別 咦 說起這件事我忘記了 那對寶寵組合是屬於Van G 他們另外是一類型的 圈外 圈外寶寵系 然後到寧奶和尤真 那香田好像都不是這個系統 他應該算是圈外搞笑系 其實整套東西都很豐富 你看到很多元素都有 但是我自己看就看得挺爽快的 但是也都是 好像剛才萬機說 因為他轉過幾次雜誌 他後期拖得比較慢 其實看起來也沒那麼爽 也影響他自己的心情 不停地轉雜誌 對 我覺得會是這樣 但如果你說給我 想的話 其實我也很想畫完他 即是現在去到第九期 都有點半天吊 他起碼還有一年的空間 給他發揮 對 那就 在心中 對 最後說一句 其實Gest Show那邊 還在剪輯 已經剪輯到第三部分 還有十六分鐘 其實還有一半 你那些答案 這麼精準 因為每節八分鐘 所以大約有個譜 因為這次Gest Show 其實都很長 接近四十分鐘 所以就剪輯了三節 所以就需要一點時間 尤其我 在下今個星期六日 都要OT 要上班 所以沒有時間做 希望下個星期 在星憑俱樂部 在星憑俱樂部 這個節目 放送之前 我可以 將他 展示給大家看 哈哈 我怕你再說下去 聽眾想打過你 先 那才顯現到那班 真正專業的聲優 有多麼專業 有多麼厲害 到時你叫星憑上來 扮幾個聲音 幾個熟悉的卡通人 幾個聲音 給你聽聽 到時你就知道什麼 是實力了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下個星期厲害了 下個星期五 就厲害了 先是 地雷滿步的一集 不是啊 真的是三連炮 首先有七點半 還是八點呢 小背 那個 超意識 什麼 AV 座談會 七點半 七點半 有這個 超意識AV 什麼座談會 好學術的 直播的 直播的 在現場的 但未夠清的 就不能來的 就算來到我們 由於小不免都要 檢查一下你們夠不夠清 所以 你可以遮住你的出身 不是遮住你的樣子 但也要讓我們看看你們的老實 此其一 然後到九點 就有聲頻俱樂部 即是首播 也有下個星期 留意我們待會的 下集預告 今晚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 請問一下 主播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